我们也要来关心中南部现在大雨 最严重的地方就在南头的仁爱乡 都达村发生土石流 那现在水稍微退去 民众他们赶快回家看自己的家园 发现状况真的很糟 这个修建路很漫长 记者黄总盈带我们了解 卡努台风甲带豪雨 重创南头县仁爱乡 都达村发生土石流 民宅跟车辆都被淹没 随着大水退去 居民回家打算动手清理 才发现家园几乎被土石流完全冲毁 只见土石冲进了客厅 堆砌了半个人的高度 来到门口发现门板已经被冲倒 斜插在客厅前 里头的积水被土石堵住 无法消退 客厅的沙发几乎完全泡在泥水里 一片狼藉 再往里头走 还能看到所有的家具 随着大水的流向全都冲进了厨房 东倒西歪 住户看到这样的景象也是傻眼 完全不知道该从何收拾起 门口当时有三辆汽车被土石淹没 现在大水消退 车子已经变成泡水车 在花鞋修理可能也划不来 客厅的电视机被冲到门口 门前的马路堆积了大大小小的石块 还来不及清理 居民站在门口看着残破不堪的家园 相当无奈 另外埔里镇五公里等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有土石滑落 泥沙碎石冲进民宅 公所也提醒民众 这几天请勿靠近山区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